你已经学过平均数中位数和重数 这个视频咱来看看如何从统计图中找到这些数 比如某校九年级有50人参加公益捐款 这个图是捐款金额的条形图 你知道捐款金额的重数和中位数分别是什么吗 先说重数 所谓重数就是出现次数最多的数 你看这个图 横轴是金额 纵轴是人数 所以哪一条最高自然就是人数最多了 不难发现捐10元的人数最多 所以重数是10 说完重数再来说中位数 所谓中位数就是在中间位置的数 这一共50个数 中位数就是第25个数和第26个数的平均数 还是去图上找找 这有20个数 这有5个数 加起来刚好25 所以第25个数一定是20元 第26个数就得到这一列了 50元 所以中位数就是20加50除以2得35了 以后给你条形图 让你找重数 你就去找最高的那一列 让你找中位数 你就去找中间的那个数 刚才是条形图 咱再来看个善形图 比如初三一般有50人参加年级数学竞赛 成绩有ABCD四个等级 对应的分数分别是100 90 80和70 这个扇形图代表的就是竞赛的成绩 你知道他们成绩的重数 中位数和平均数格是多少吗 先说重数 从图上不难看出 A级的人数最多 对应的分数是100分 所以重数就是100 再说中位数 要求出中位数 就得知道每个等级的具体人数 因为全班总人数是50 用50分别乘以每个等级所占的比例 就能求出人数分别是22人 2人 18人 和8人 接下来再去找中位数就很容易了 总数是50 那就是要找第25和第26个数的平均数 把分数从低到高依次排列 人数分别是8 18 2 和22 发现没 70分档和80分的人数加起来刚好是26 所以第25个数和第26个数都在c档 所以中位数就是80 最后再算平均数 用人数乘以分数 算出每组的总和 把它们加起来 除以总人数 就是平均数了 得87.6 OK搞定 以后给你占星图 在求重数时 你就去找面积最大的那一块 在求中位数和平均数时 你就先求出每块的人数 好了 总结一下 这个视频我就给你讲了 如何从统计图来分析数据 你只要牢记 重数 中位数和平均数的概念即可 读懂统计图表示的含义 找到各部分的人数 就能求出这些数了 怎么样 明白了吗 明白的话就速速去刷题吧 好 好 好